本经 智行精进第五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 伐藏彼求 愿做佛事 智慧光明 过途名字 借文释放 碧月 我立誓愿 度胜无数祝福过着 这是伐藏菩萨 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 阿弥陀佛在阴地当中所发的愿 他这个愿真的是成就了 又与伐藏菩萨 因中法 超胜 无数福国之愿 制作佛事 他现在成佛了 本其所愿 其次得知 他的功德 我愿意乱满成就了 过去时候发的愿 自然现金 没有刻意去求 自自然而现金 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一定要能想到 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一定要能想到 应该是一顿 一顿一躲 莫非以前定 前定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明白了 阿弥陀佛基罗世界前定 是弥陀在因地 做比丘 做菩萨时候 所发的愿成就的 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的 基欲前定 怎么定的呢 过去生中 跟这些众生有共义 基督 有无量无数 恩怨 贪嗔痴慢不平 这些不善业 也自然出现了 那我们想 他自然碰到了 业力现前的 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 业力所现的 我们今天的世界 这一生的机遇 业力所现的 这就全明白了 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 可不能怨人 如果怨人 罪上又加罪了 最重要的求 了解四世真相 真正觉悟 真正明白了 这一切真放得下 你就得大自在了 得大自在的人 其心动念 都是极功累得 成就了道业 成就了福国 这个道理 不能不懂 今天世界人 所造的罪业 感到的这些果报 如果大灾难 一次比一次严重 真地像 玛雅语言所说的 到明年后年 几乎世界上 严重灾难全爆发了 也可能自己 也在逆难之中 不能避免 都有可能啊 你知道哪个地方 不发生地震 哪个地方的山 不会崩溃 这些事情 没有人能够预知的 我们要想到 念念呢 实时想到 佛陀的教会 金论 金论是佛陀 对我们的教会 告诉我们 宇宙人生的真相 凡所有相 皆是虚望 这些现象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乃至于自然现象 通通通通通都是有 前因后果 米尔不觉了 遭遇到的恐怖 惊慌是错 觉悟 明白了 灾难现前 心是定的 知道是 业力变现的 我自己的业力 心态 就能化解 在那 改变心态 要与信德相应 这剩下 光明变照 第十二 文理的所说 本起 前世求道 这是家 发生菩萨的 所愿功德 大小不同 制作佛使 各自得志 自在所作 不为预计 世故极乐世界 居足壮严 超于 社防一些事情 这是真的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因果真相 回过头来看自己 现在 清清楚楚 明明白 我这身基于 就是过去深重 齐心动力 一切造作 自然干的 明白之后 我自己可以修正 好处就在此地 我把念头修正过来 也敢马上去产生变化 所有一切自然感应 我都不要了 我只取西方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其他的愿都放下了 只有这一愿 这一生就成功了 我不是说 我们在家里面产生变化